凌晨的冲突过后 原警拿着盾牌 驻守在昆宇门口 但不是只有朝向外面的乡亲 往里面看 其实好几排的警察 还有盾牌对着公司里头来为安 顶着大太阳跟35度高温 原警必须每小时换班 避免脱水中暑 突然昆宇公司里 保全集结 警方更不敢大意 因为立委指控 警方凌晨执法失当 上午11点前 警政署长赶来了解状况 署长强调会调查警力部署 是否有缺失 警方解释在冲突前 乡亲民众到路口来阻挡杀石车进场 远警赶来保护民众安危 突然场内的怪手有动作了 跟在门口的自救会成员起冲突 支援警力在带着盾牌赶来防暴 强调绝无袒护任何一方 我们现场逮捕的两位现行犯 一位是喷辣椒水的 另外一位他用这个折地 来丢职我们自救会的人员 我们当场逮捕 反昆宇自救会持续助手 在昆宇公司门口 他们之前提出的行政诉讼 判决也在21号出炉了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认为原告之诉有理 苗栗县政府跟昆宇公司必须停止在场内实施 以及废弃物处理开发行为 自救会主张昆宇要开发这块土地超过两公顷 却没有经过环平 认为依法昆宇必须停止一切动作 不过全案仍可上诉 TVBS新闻谢股金 陈鸿 叶红彩伦 SNG小组苗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